好啦 餐都到齊了 真的超不像素食的素食 每個都看起來超好吃的 尤其是這一個 新竹的竹北高鐵站這邊 竹北這邊有開一間賣蔬食料理 我有上網去爬一下 很多人評價都超高的 我拍給大家看一下 哇 那料很多咧 白通通的烏龍麵 所以它這個比較類似是兩面體系的 哇 這個泰式咖哩裡面看起來很厲害 這應該是炸的百葉豆腐 上面吸飽的那個湯汁 真的很像那個泰式酸辣麵 它只差一個東西就沒有蝦子的味道了 基本上其他都一模一樣 很脆 好 大家好 我是Derek 今天的話我們來到了 新竹的竹北高鐵站這邊 那這一間的話是網友有投稿說 他們是住在竹北這邊熱爭 然後他說竹北這邊有開一間賣蔬食料理 日式蔬食料理 它有咖哩飯跟麵啊 然後還有一些陶鍋拌飯 超級好吃 然後我有上網去爬一下 聞很多人評價都超高的 我拍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餐都到齊了 真的超不像素食的素食 每個都看起來超好吃的 尤其是這個 泰式咖哩烏龍麵 還有它剛才這個我也很期待 那個叫什麼 它是用杏鮑菇加很多醬去醬 然後中間再加一個蛋 這個泰式咖哩應該看起來很厲害 這應該有豆腐 這應該是炸的百葉豆腐 哇 炸的百葉豆腐 開吃了啦 先來吃吃看它這一個烏龍 上面這一塊都不知道是什麼 炸豆腐還是炸的百葉 百葉 哇 好好吃喔 它吸滿了那個 微辣的咖哩醬汁 因為它有泰式的 泰式的味道 而且它有炸這個薰寶菇 這很像那個大溪 這很像那個大溪 我想吃吃看它的烏龍麵 它烏龍麵看起來就是超Q的 它湯口超好的 它就是泰式的那個酸味 然後又有咖哩的味道 而且不會太濃 然後它的豆製品很多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溫和的 哇 它的這個豆皮好好適合 你看 上面 快滴出來了 上面吸飽的那個湯汁 有沒有看到 這你不就喜歡 吸麵裡在行的 文西請叫我 答 文西 好 文西 就是它湯口很散 很香 很不像素食 真的很像那個泰式酸辣麵 它只差一個東西 就沒有蝦子的味道了 基本上其它都一模一樣 哇 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裡面的豆製品都好好吃 可是 這好特別喔 堅果 很濃耶 那這個我比較好 剛才那個堅果 然後炸得很酥脆的這個 酥 那個叫什麼 豆皮 很脆 豆香味很重 可是我很難想像它這個 堅果醬配白飯是什麼味道 不知道是甜來寫 哇 哇 這個味道你想像是不是 我本來以為它甜 它是 它有點像是堅果花生的麻醬 配飯 超特別的 對 超特別 而且它是 它的那個麻醬是 很濃的堅果味 然後它帶一點點 甜甜酸酸的感覺 去解那個膩 然後它裡面有一點 那有點豆腐乳 腐乳的味道 腐乳 不是那個腐乳 是那個腐乳 你知道我在講那個腐乳 那個字幕要上準一點 可以做 哇 杏鮑菇 加蛋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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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我很期待的 然後看它在那邊拍 我拍它那個製作 它就是上面有抹那個照燒醬 醬燒的這個 杏鮑菇 然後沾那個蛋液那樣子 吃吃看 哇你看滿滿的蛋液 哇 這好好吃喔 這個超像日式的昏的 它上面那個 那個 那個醬就是 日式放在那個 鰻魚上面那種醬 然後 它有烤過以後 所以多了一個焦香味 加上 半熟的蛋黃 把它融合在 超好吃 這真的完全不是素食吧 除了小黃瓜我不要以外 其他都很好吃 它上面還有放這個 炸的這個 海苔天婦羅 真的很像 真的在吃日式丼飯 其實它的料變成是素食的 那這個我幫你吃這個好不好 因為這個都小黃瓜 我不敢吃 這個的話是 五行蔬菜麵吧 五色 蛋 在講 糊糊 木耳 玉米 小黃瓜 跟 蘿蔔 然後這個是它有一個 好像這是有點類似像 辣醬 倒進去 然後 攪一攪 哇 它料很多了耶 白桶桶的烏龍麵 所以它這個比較類似 是兩面體系的 所以我這夏天是一定稍爽的 它版的 它版的很醜 我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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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起來 它這個是辣的嗎 不是 椒馬的那種 喔喔喔喔 所以是 花椒 喔四川花椒 喔喔喔喔喔 所以它這個是有點類似四川的那個 花椒的那個麻辣醬 喔它所以它是類似麻辣涼麵 對 這夏天感覺吃超爽 龜辣 龜辣 就是有花椒香而已 然後有點麻而已 喔 讚讚讚 那我覺得我這個可以帶我媽吃 因為我媽不能吃辣 可是她又喜歡吃那個香味的 哇那今天這個整體 那我來吃吃看那個小點 這個小點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喔 這很像是炸的 欸 不能對焦 這個是炸的什麼 也不知道 這個是那個金沙 它說是芋頭什麼金沙 它這邊有做外帶 所以 蠻多人都是訂外帶來直接拿的 來吃吃看它這一個 這應該是 類似炸豆腐之類的吧 哇它裡面那個氣孔有沒有看到嗎 它是炸類似 炸豆腐然後又有點百葉的味道 它裡面是碎的 然後豆香味很濃 吃吃看這一個 芋泥金沙蟹 哇 哇這好好吃喔 你看它裡面還有那個 然後滿滿的都是 整個都是芋泥 我們今天點的這三A 這四個主菜啊 我第一名的話我會推剛剛那個 泰式酸辣麵 泰式酸辣麵真的好好吃 對 然後這個因為有小黃瓜我沒有吃 可是他們說很好吃 有那個麻辣夠味道的 然後第二名的話我也是這一個 那個叫什麼炙燒的這個 杏鮑菇 除了它的主餐是屬於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素食的 是香菇 杏鮑菇這些豆皮以外 它的味道基本上跟真正日式丼飯 昏得一模一樣 那小菜就因人而異 我剛才有吃過 那個金沙玉米球跟 泰式薯條超好吃 所以這一家生意很好耶 這家生意真的超好的 欸你剛才有吃到這個飯嗎 那我看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它的咖哩飯也是很好吃 它有一個叫做 那個叫什麼 桃鍋拌飯 桃鍋拌飯 我會補畫面在旁邊 桃鍋拌飯也是很好吃 那因為我們胃不夠 所以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 那這一間的話 它是在新竹高鐵旁邊而已 在竹北 它就是好像有分店 它在竹北有一間 然後在那個 新竹市也有 那我們是來竹北這邊拍 網路名氣準是不然 不容 欸那叫什麼 不容虛傳 那叫什麼 不虛傳 名不虛傳 名不虛傳 我外文氣的 對 我幫它翻成英文 名不虛傳 對 超好的 聽得懂嗎 如果你們在地 如果也有那種素食很好吃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交流 那這家店家資訊 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建議來吃吃看 假日的話 建議是先打電話定位 比較安全 因為我們今天是 禮拜日假日來 那剛剛午餐時間其實是滿的 所以你可能 很多人都是改成是用外帶的 那建議的話 如果你是假日來的話 你可以先打電話 用定位的方式會比較好 好啦 掰掰